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最强的时段 这场大范围的降水天气来得非常的急 雪凉大 造成了不少的险情 4号早上 暴雪导致安徽合肥多个快速公交站台顶棚坍塌 砸到了早高峰等车的市民 4号中午 在江苏扬州 一个商铺门面雨棚和广告牌发生垮塌 大约有20多家门面大门被封堵 有11人被困 分散在各个店内 最终救援人员用切割机通救援通道 将被困的群众全部安全救出 在江苏聚荣和四虹 积雪压垮了种植大棚 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不少影响 这边棚全部摊的了 一直摊的大概接近20亩 在江苏四虹摇沟湖乡的一个大棚种植基地 覆盖在大棚上的积雪厚度达20厘米 持续的强降雪使全乡40多座大棚被压垮 除了险情 强降雪对交通的影响也非常大 公路 铁路 航空全方位受阻 给人们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4号早上 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阴雪关闭 中午11点半 机场恢复运行 但仅仅两个小时 机场就阴雪情加重再次关闭 受降雪影响 4号郑州机场的跑道也进行了关闭 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 至4号下午2点 郑州机场取消航班179架次 出港延误航班77班 滞留旅客一度超过3500人 铁路方面 从3号开始 京湖高铁途经的山东 安徽江苏三省浦江大雪 导致部分列车晚点停运 从4号下午开始 进出四川的50一趟列车 也出现晚点停运折返的情况 今天北京南站北京西站 将停运列车33套 公路方面 低温降雪导致京港澳高速 出现不同程度的结冰 通行被迫中断 百余车辆滞留在湖北河南交界处 滞留车辆到现在为止已经累积了800多辆 超过了5公里这么一个长度 除了严重影响交通 受暴雪影响 安徽浙江江苏等部分地区的电力线路也出现故障 多地用电负荷激增受连夜大雪影响 截至4号上午 安徽合肥共有58条10千伏线路 569个变压器台区停运 合肥已启动电力三级响应 全力抢修受损线路 大雪降温让江苏全省的用电负荷激增 江苏省用电负荷创下冬季历史新高 截至昨天中午 最大负荷已经达到8709万千瓦 与下雪前的三天相比 净增空调取暖负荷就达到500万千瓦 相当于新增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全部用电负荷 同样是和天气相关 2018年第一周对大洋彼岸的美国来说格外的寒冷 全美已经有13人因为严寒的因素死亡 在持续多天的极端低温之后 最近两天一股被当地的气象部门称为炸弹气旋的冷气团 是袭击了美国的东海岸 为美国的东北部的大片地区 带来了猛烈的暴风雪的天气 4号上午 美国纽约市时报广场已变成白茫茫一片 虽然有各种除雪车和清洁人员 在一刻不停地工作 地面上的积雪还是越来越厚 更多的雪花还在随着狂风旋转落地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 4号宣布该州南部进入紧急状态 科莫表示 一级当天纽约市市区的积雪厚度 将达到15到25厘米 长岛地区的积雪将达到22到30厘米 除了暴雪 这次的炸弹气旋还带来了强风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强风最高风速或将达到一级飓风的水平 美国东海岸北部大部分地区 从弗吉尼亚州一直到最北端的缅因州 都发布了暴风雪预警 被美国气象部门称为炸弹气旋的这股冷空气 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纽约的紧急救援部门警告纽约市民 尽量不要外出 尽量不要驾驶车辆 4号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多所学校都已关闭 大部分政府办公室推迟两个小时开门 缅因州州长下令政府办公室关闭一天 纽约波士顿多个机场超过四分之三的航班被取消 全美共有超过3300个航班的起飞和降落被取消 在美国东海岸有超过6万5000户家庭和店铺断电 随着暴风雪的持续 这一数字可能会大幅上升 另外由于严寒天气持续不断 美国东北部的燃油和天然气价格创多年来新高 气象部门预计 这股强冷空气将至少持续到5号 部分地区将导致断电断水 美国的这个冬天为什么这么冷呢 根据一些气象专家的解释 这主要是因为北极的极冷空气逃逸南下 影响了美国中东部地区 那么相比较而言 北极地区反而是有所升温 而受到这样那种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种区域性的冷暖颠倒的现象 近年来发生的越来越频繁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的一家鞋场 在4号上午是发生了大火 那么大火是导致了食人死亡 根据中国驻俄罗斯叶卡吉林宝总领馆的了解的初步信息 死者是包括了7名中国公民 调查人员经过现场的取样分析之后 就认为火灾是由电线短路引发的 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发布的数据称 这次大火起火区域在2000平方米之内 携制品及其原料燃烧释放出大量有毒气体 截至记者发稿时 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明火已被扑灭 调查人员经过对现场烧毁残片 和暴露出的建筑结构的取样分析 证实了火灾由电线短路引发的推测 目前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人员仍在清理现场 当地零下30多摄氏度的低温天气 给搜寻救援工作带来困难 目前相关机构已经开始对该鞋场 进行消防等安全问题的检查 据报道 最近一次对该鞋场的检查工作 是在2017年2月 当时检查人员并未发现鞋场存在任何违规行为 根据俄罗斯相关法律 在施工过程中违反安全规定 造成两人或两人以上死亡的 将被作为刑事案建立案 中国驻俄大使馆获悉火灾消息后 立即联系俄外交部和紧急情况部等部门 敦促当地相关部门尽快查明火灾原因 全力救治伤者并做好有关善后工作 俄方表示将做好调查和有关善后工作 中国驻叶卡捷林保总领馆领事官员 已经赴火灾现场了解具体情况 再来看南非的自由州省4号发生了一起火车和卡车的相撞事故 根据媒体和急救网络公布的信息看到 事故是造成了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了18人 另外是有至少200人在事故当中受伤 目前救援人员正继续在骑火车厢中搜寻 死亡人数还可能进一步上升 当地媒体援引一位乘客的话报道说 当天清晨一列从伊丽莎白岗开往约翰内斯堡的火车 行驶到自由州克隆斯塔德附近时 一辆卡车撞上了火车第一和第二节车厢 据估计事发时火车上一共有约700名乘客 消防员和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有几节车厢倒在路边 其中一节车厢起火且火势开始蔓延 部分伤者在现场得到救治 一些重伤员将会被转送到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4号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 双方就平昌冬奥会期间不举行韩美联合军演达成了一致 此举是被视为对朝鲜近期宣布 有意派团赴韩国参加平昌冬奥会 以及重开朝韩版文店联络渠道做出的回应 韩国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银永灿说 两国领导人进行了30分钟通话 涉及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的韩朝对话等两国关心的事物 韩美双方商定将尽全力保障平昌冬奥会安全成功举行 按照惯例 韩美每年二三月份都会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朝鲜对韩美联合军演表示强烈不满 一直把军演视作敌视朝鲜的威胁性举动 而今年的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分别定于2月9号到25号和3月9号到18号举行 在4号晚间的通话中 文在寅表示 如果美方承诺若朝鲜不挑衅 便推迟韩美联合军演 将大大有助于平昌冬奥会取得成功 并成为一次和平的奥运会 特朗普则回应称 赞成平昌冬奥会期间不举行联合军演 并表示将派出包括他的家人在内的高级别代表团 出席平昌冬奥会 财经事件与他们相关 今天您需要认识的面孔 我们来看 朴槿惠遭韩国检方追加起诉 收受贿赂用于美容 特雷沙梅 英国首相为假日期间医疗系统大批延误治疗道歉 哈里王子五月婚礼 吸睛能力有多强 首先我们来看当地时间的4号下午 韩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 是以受贿贪污罪名追加起诉前总统朴槿惠 那检方就认为朴槿惠涉嫌在就任期间 从韩国的国家情报院收受了总额高达 36.5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2234万元的贿赂 由此朴槿惠身上的犯罪嫌疑也由18项增加到了20项 韩国检方怀疑从2013年5月到2016年7月 朴槿惠每月定期从国家情报院收受原本属于国家经费的特殊活动费 总计33亿韩元 2016年6月到8月 朴槿惠又要求国家情报院时任院长 每月校总统府秘书室时任市长支援经费 总计1.5亿韩元 同年8月到9月 朴槿惠再度从国家情报院收受了2亿韩元 根据韩国检方的调查结果 在已查明去向的款项中 有约15亿韩元被朴槿惠花在了私人用途上 包括购买51部以他人名义开通的手机 支付气功治疗及注射费 缴纳私宅管理费 向亲信支付活动费及休假费等 另有约20亿韩元则与崔顺时有关 其中一部分用来维持由崔顺时运营的朴槿惠专用服装工作室 另一部分由总统府时任秘书官亲手转交给了朴槿惠 证据显示 崔顺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介入 目前朴槿惠正因亲信干政事件相关案件受审 一审判决最快将在下个月做出 韩国法律界认为 法院有可能在二审阶段将两起案件合并审理 由于罪名较多 且仅受贿罪一项就可以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 预计届时朴槿惠将难逃重刑 刚才我们说了美国 其实入冬以来 英国多地也遭受到了暴风雪的肆虐 交通受阻 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病人是被迫延迟手术 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也是不堪重负 2018年的新年前后 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就出现了大面积的病人治疗的拖延 1月4号英国首相特雷沙梅不得不公开向公众道歉 英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 2017年12月26号到31号期间 英格兰地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有超过16000例病人 在救护车上等候的时间超过了半个小时 急诊床位入住率达到91.7% 远远超过85%的安全标准线 31号当天 英格兰12家医院和救护机构的病床全部住满 为了应对突然增加的急诊手术 年后预约的上万例非紧急手术被推迟 特雷沙梅承诺将尽快为患者安排手术 但这种说法并未打消民众对英国公共医疗系统的质疑 在脱欧公投前 脱欧支持者曾经宣称脱欧后英国可以节省支付给欧盟的费用 从而补贴本国医疗系统 不少民众因这一宣传最终决定投票支持脱欧 但事实却并不乐观 去年三月英国媒体爆料 特雷沙梅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可能再度削减医疗投入 引发25万民众走上伦敦街头进行抗议 那说点喜庆的事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 英国的哈里王子和美国的女星梅根马克尔 将在五月份举行王室婚礼的消息 是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不仅如此 就连英国经济也将跟着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婚礼沾光 根据英国的咨询公司品牌金融的估计 这场婚礼将为英国带来5亿英镑 约合人民币44亿元的经济效益 哈里王子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孙子 也是英国王位第五顺位继承人 她的哥哥威廉王子及妻子凯特 在2011年4月的婚礼就曾引发一阵轰动 当月访英旅客人数大增 比前一年同期相比多出了35万人 据品牌金融咨询公司的估计 哈里王子和梅根今年5月19号的婚礼 也将带来类似的增长 婚礼期间 T恤和帽子等婚礼纪念品销售 预计将带来5000万英镑的收入 派对等相关庆祝活动的收入 预计将达到约1.5亿英镑 而观光住宿等旅游收入 预计将达到2亿英镑 此外王室婚礼本身 就相当于为英国做了免费的广告宣传 估算起来这一价值也高达1亿英镑 33岁的哈里王子 是英国王室最受欢迎的成员之一 而36岁的梅根 则因出演美国电视法律剧而闻名 去年11月两人宣布订婚 上个月英国王室宣布 哈里王子和未婚妻梅根的婚礼 将于今年5月19号 在温莎城堡的圣桥制教堂举行 英国旅游局预测 今年英国的旅游市场将十分繁荣 预计全年将接待海外游客 4170万人次 相关旅游收入将达到269亿英镑 约合人民币2368亿元 除了英镑汇率下跌 增加了英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 吸引力之外 哈里王子与梅根的婚礼 可以说是英国旅游业的最大卖点之一 聚焦公司企业感知经济温度 这些事你要知道 蚂蚁金服再次回应晒账单 泄露用户信息说不会滥用数据 英特尔安全漏洞问题发酵 全球芯片商纷纷中招 你的手机电脑还安全吗 AT&T宣布今年底 在美国提供5G网络服务 通讯业未来以来 首先我们来看 芝麻信用是把客户的信息 透露给了第三方 支付宝仪式曝光之后 引发了关注 芝麻信用是一家独立的 第三方的征信机构 那么用于展示客户的个人信用 那么在协议条款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 将用户的信息 推送给合作方第三方的行为呢 这些条款当中 没有写明的推送出去的信息 究竟是什么呢 会不会造成用户的信息泄露呢 那么记者是联系到了 芝麻信用的母公司 蚂蚁金服 按照芝麻信用方面的解释 芝麻信用和支付宝 是相互独立的两家公司 虽然同属于蚂蚁金服旗下 但支付宝的年度账单 需要展示用户在芝麻信用的数据时 也需要重新获得用户的授权 其本意是想让用户更有知情权 芝麻信用其实是一个征信公司 问那为什么要把用户的信息 给到第三方 给到第三方究竟做什么 其实第三方需要使用 芝麻信用服务的时候呢 必须要由芝麻信用提供信息 去用于这种用户的评估 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第三方服务来说 芝麻信用呢只会提供信用分 而不会提供我们用户的 比方说手机号 然后个人住址 这些个人信息 蚂蚁金服表示 所有向第三方提供的信息 都是用于信用评估 不做其他用途 那么协议最后的风险提示 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呢最主要是要告诉信用分 比较好的用户 他可以享受到哪些服务 比方说可以享受到免压住车呀 免压住酒店 免压充电宝等 蚂蚁金服解释 这所谓的第三方推销和打扰 实际上出现在支付宝的APP当中 告知信用高分用户 可以享受哪些优惠 采访中 蚂蚁金服没有再做过多回应 只是一再表示 公司是用户隐私保护 为自己的生命线 并不会滥用数据 日前呢 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厂商 英特尔旗下的中央处理器 CPU产品被爆出了底层安全漏洞 让多年来配备英特尔CPU的电脑 和服务器陷入到了风险之中 这个漏洞呢 首先是由谷歌公司发现的 之后呢 事态是迅速的发酵 波及了整个芯片行业 我们来看一看 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从新加坡带来的报道 那么这个漏洞关键的一点是 这使得芯片当中呢 单独用于保护密码等 重要信息的这个存储区啊 可能会让一些软件程序呢 获得权限 那从Windows系统 到苹果的MacOS和iOS操作系统 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等等啊 全部呢都将会受到波及 那此外呢 亚马逊 微软和谷歌 是三个最为相关的云计算公司 因此呢 如果漏洞被利用 那么包括受保护的密码 和加密信息等等 都有可能会被黑客所获取 那同时呢 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 柯再奇 在接受我们CNBC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说 并不只有英特尔一家 而是呢 大部分其他公司的芯片呢 也存在着相同问题 I can't tell you exactly on the other guys on the other products exactly which ones are affected but definitely most of the modern high performance processers that you're seeing in your leading edge products across that array that you talked about phones, PCs, everything are going to have some impact 而与此同时呢 由交易记录显示 柯再奇在英特尔 被通知芯片存在安全漏洞 到此消息公开之前的 这段时间当中 是抛售了价值 接近4000万美元的公司股票 那么这样的行为呢 更是引发了外界的批评 以及对事态后续影响的担忧 而当前呢 芯片厂商AMD和ARM呢 也是陆续的发表声明 表示呢 正在积极地与技术伙伴合作 防止呢安全漏洞的出现 但言辞中啊 均没有承认 自己的产品有缺陷 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啊 目前暴露出的重大安全隐患呢 将波及整个行业 将近20年的产品线 而业内人士认为呢 这称得上是 计算机体系结构发展史上 最大的安全漏洞之一 好的 谢谢陈谦的分识 我们也会继续为您关注 我们再来看 美国电信运营商AT&T 在星期三的时候宣布呢 将在今年的年底 在美国的十几个城市内呢 是率先提供5G的网络服务 如果说可以实现的话 AT&T呢将会是美国的第一家 提供5G服务的电信运营商 5G呢相比4G啊 速度更快 覆盖的范围更广 也更加的稳定 可以支持远程的手术和无人驾驶 将会彻底的改变用户的 移动网络的体验 目前呢 电信运营商都在抢占5G的业务 Virison Verizon几年前就说啊 对5G网络进行测试 并且呢预计将会在今年的晚些时候 推出5G固定宽带服务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新年看乐园经济冬天里的一把火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源 丹麦乐高公园积木搭成的童话世界 手滑 微信转错前怎么转回来 今天呢第34届的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开幕了 那么本届的冰雪节呢 是以冰雪之冠上的明珠哈尔滨为主题 冰雪节期间呢将会开展冰雪旅游 冰雪艺术 冰雪时尚 冰雪经贸 冰雪体育 五大类的活动 来自境外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冰雪旅游推港联盟的成员的代表 还有冰雪旅游行业的专家学者等等 500余人呢是参加了开幕式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连线一下 正在现场的记者陈龙 你好陈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你背后很大的一个冰镖啊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主播 我现在就是在第19届 哈尔滨冰雪大师界的现场 今天呢是哈尔滨冰雪大师界 正式开源的日子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身后 有很多的群众正在那里排队 那呢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滑梯 他们正在那里等待着进行挑战 那么我现在身在这样的一个 梦幻般的视野当中 感觉也是非常的震撼 作为黑龙江省冰雪旅游的代表之作 今年哈尔滨冰雪大师界的主题呢 是冰雪百花园奇幻大师界 十个园区总的占地面地 是达到了80万平方米 用冰量18万立方米 用雪量15万立方米 冰雪景观一共有2000余个 互动娱乐的地方就有30余处 今年呢黑龙江省围绕冰雪旅游 这块白色经济 做出了更多新的尝试和跨界合作 就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就会带给你一个全新的体验 这里呢是今年新设立的 王者荣耀景区 它是由冰雪大师界和腾讯游戏 联合打造的 这个景区呢是目前全球第一次 将虚拟世界以冰雪艺术的形式 完美的呈现在世人眼前 占地15000平方米的主题景区 用冰雕雪素打造了王者荣耀 全新地图和十个英雄 游戏中的地形人物等细节 都进行了高度的还原 给游客们带来一种跨越时空的震撼感受 游客将在这个冬季 收获全新的冰雪加电竞娱乐体验 针对不同需求的游客群体 今年黑龙江省呢 推出了包括专业冰雪运动赛事 非专业冰雪体验娱乐活动 冬季温泉 冰雪景观等在内的十大主题产品 推出了114项冰雪体育赛事 户外冰雪活动和冰雪文艺演出 让冰雪旅游更有趣味 据我们了解呢 元旦假期的这个市运营期间啊 冰雪大世界的入园人数 已经达到了11.68万人次 郊区人同期已经增长了13.6% 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的惊人 那不仅仅是冰雪大世界 像太阳岛的雪博会 省内各大滑雪景区 以及像北极村这样的冰雪景区 著名景点 游客人数以及人流量 较网约偷区都有明显的一个增长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好的 谢谢陈龙啊 连王者荣耀这样的主题 都也是够贴近时下流行的娱乐文化了 接下来呢 提到咱们的环球特色主题乐园呢 其实有一个名字呢 就不得不提了 那就是丹麦的乐高积木主题公园 那这样的一个呢 主题公园呢 是完全由积木搭乘的童话世界 举世闻名的乐高公园 位于丹麦日德兰半岛东岸的小镇比龙 占地面积25公顷 自1968年开放以来 平均每年都有超过千万游客 前来参观游览 走进乐高公园 就宛如走进一个迷你世界 组成这个迷你世界的 是那不足小手指大小的 一块块塑料拼插积木 一共用了4200万块积木 才建成这座新颖独特的小人国 乐高公园 以其绝无仅有的积木艺术 成为全球人气最旺的主题乐园之一 这里无论是高楼大厦 港口邮轮 还是在有游客的火车 这一切都是由积木搭建而炒 这些形形色色 栩栩如生的积木艺术品 每件都是以与食物1比20的比例 用塑料积木拼插而成 有著名的哥本哈根港口 曲折蜿蜒的阿姆斯特丹运河 富丽堂皇的丹麦皇家阿美林宝宫 也有希腊的巴特农神殿 德国慕尼黑的新天鹅宝 和美国的自由女神像 飞机厂商正在起飞的飞机 港口内缓缓进港的轮船 还有那骑上自行车去送信的小邮差 更是唯妙唯笑 令人难以相信 这一切竟全是用积木拼插而成的 除了艺术品外 乐高的工程师们还用积木搭建了幽灵船 过山车 鬼屋等供游乐玩耍的项目 人们可以在此享受团聚的欢乐时光 事实上 近年来乐高投资了很多清洁能源项目 比如对英国利物浦海岸 一个封闭发电厂进行投资 项目产出的可再生能源 不仅被用在乐高工厂 商店 办公区域之中 还为23万英国家庭提供清洁能源 就这样 乐高在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 也在传递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应该是孩子们的天堂了 我们再来看这么一件事 说手艺滑在微信上转错钱了 怎么办 是够粗心的 那新年期间呢 家住贵阳的小琪向同学小李借钱 但是没有想到呢 这个小李说好马上转过来的一万块钱 却迟迟的没有进入到小琪的账户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月2号上午 记者来到了小琪家 小琪告诉记者 事情都源于小李的一个疏忽 这微信名弄错了 钱自然转不到小琪的账上 过了好一会儿 小李才发现是自己不小心给弄错了 小李只好像派出所报了警 鉴于这个情况 记者联系了微信支付的人工客服 微信客服表示 因为事情涉及个人隐私 所以无法提供微信主人信息 将这个款项转错给他人 那么他人就实际上是一种不当得利的一种关系 那么我们转错账的这个转账人可以要求不当得利的这一个人 要求他返还我们的这个款项 遇到这样的情况 难道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 记者就此咨询了律师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公安机关也是可以向小女提供相应的 比如说是一些委托书或者罕见 向我们的这个微信客服 要求她提供这个本人的这个当事的基本信息 那么小婷 我们的这个小女呢 得到这些当事的基本信息以后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欢迎回来我们的直播继续 苟年呢快要来临了 今天上午呢 苟年生效邮票呢正式对外发行 发行量呢是比往年有所减少 所以说受到了邮票爱好者们的追捧 早上七点 记者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邮票分公司 门外前来购买的消费者早早就排起了长队 因为发行数量有限 平好购买 不少人都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三号开始正式排队 二号就过来了 其实四十多点了 我们这三号好几天好几宿了 有十二个小时了吧 五点多 五点多 嗯 没吃饭的过来 对呀 八点邮票正式开始发售 大厅里立刻挤满了人 本次发行的苟年生肖邮票 图案设计寓意分别是全手平安与家何夜兴 延续了第四轮生肖票何家欢的理念 我是在马来西亚过来的 从马来西亚专注 对啊 太漂亮了 它设计对 不会太贵神之 因为它处少吧 买的时候涨的两百多块 这个涨的可以四百多块 对 2018年是农历务虚年 此次发行的务虚年特种邮票 一套两枚 全套邮票面值为2.40元 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购买 咱们的网点的那个销售数量 比去年减少大概一倍左右 总共一万一万五千套 分三天销售 再来看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全世界最昂贵的一瓶 卢索巴尔特福特加酒 在丹麦的酒吧被盗了 而这瓶酒的价值 大约是130万美元 据俄新社报道 酒吧老板布里安英贝里表示 这瓶酒是从他酒吧地下室的 藏酒间里失窃的 酒是半年前 从俄罗斯一个商人那里租来的 没有上保险 它之所以如此昂贵 是因为酒瓶是用三公斤黄金 和三公斤白银制成的 并且配有一个箱满了钻石的瓶盖 此外瓶身采用了1912年 参加蒙特卡洛拉利赛的 卢索巴尔特汽车的装饰 英贝里在社交网站公布的监控录像显示 倒酒者是两名戴着棒球帽和面罩的男子 英贝里表示 看来他们有钥匙或者复制钥匙 他们开门进入酒吧 潜入地下室的藏酒间 尽管那里有1200瓶酒 但他们只拿走了这一瓶 实在是有备而来啊 那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呢 一名德国的摄影师近日在西班牙的海岸 捕捉到了两鸟迁徙的壮观场面 照片当中的鸟群呢 恰好呈现出了一只飞鸟的形态 令人非常的惊叹叫绝 那报道称啊 两鸟的体型非常的小巧 通常呢是在树上栖心 喜欢成群结队的飞行 迁徙的时候呢 庞大的鸟群如同变化莫测的流云 遮天蔽日的景象十分的壮观 有动物学家就认为啊 两鸟常常成群出现呢 或许是为了抵御老鹰等等天敌 再来看近日呢 在加拿大的魁北克 温度呢已经达到了零下的28摄氏度 冰天雪地之间呢 一名男子却兴趣盎然的体验了一把 泼水成冰 再来看一遍慢动作回放 男子将一桶滚烫的水猛地泼向高空 瞬间就出现了泼水成冰的视觉效果 事实上 这时候半空中的水仍以雾气为主 并没有动实 近日呢 高山滑雪世界杯 在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 精彩的落幕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扫描现在屏幕上 放大微码 下载央视财经的客户端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中午 下载备 下载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